最近啊 有一位粉丝小伙伴私聊我们 想让我们推荐一款智能辅助驾驶比较靠谱的车型 而且啊 人家要求了 不光跑高速要靠谱 在市区通勤啊 最好也能用支架 说实话啊 当这位粉丝把需求提出来之后啊 我脑海里已经浮现出了四个字 而且是不断的循环 那就是 遥遥领先的 绝对是遥遥领先的 绝绝超越 遥遥领先 不废话了啊 咱们今天啊 探电的车型 就是i2问界新m5 走着 正所谓啊 看人先看脸 看车啊 先看前脸 可以看到啊 挨头问界新m5的前脸设计非常的简洁 并没有采取啊 特别夸张的元素 更多的是给人一种沉稳且时尚的设计风格 两侧的大灯啊 非常符合消费者的审美 算是前脸上的点睛之笔 而来到车身的侧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 挨头问界新m5采用了时尚大方的线条设计 车身啊 好似轿跑suv新物种一样 时尚搭配极具富有运动感的轮毂 以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 造型啊 可谓是相当的拉风 而在车身尺寸方面啊 该车长宽高分别为4785毫米 1930毫米 1625毫米 至于车尾部分啊 说实话啊 跟某时节确实有几分的神似 但不得不说啊 这样的设计相当的动感 且富有层色感 简约而不简单 尤其是这个后备箱的开关啊 一般人啊 估计还真找不到 当然了 挨头问界新m5的外观啊 最吸引人的地方还要数头顶的鸡脚 没错 就是这颗顶制激光雷达 当然了啊 作为一辆自驾车型啊 挨头问界新m5到底有哪些与众不同之处 别着急啊 咱们接下来慢慢讲 介绍完外观之后啊 我们再进入到车内来欣赏一下 可以看到啊 挨头问界新m5的内饰设计啊 颇具豪华感 随处可见的软料材质包裹 用料啊 十分的考究 后时的方向盘设计啊 让人十分的踏实 问界m9同系列啊 星环散射体呼吸间令人心神向往 树荫座椅啊 则带来了相当不错的乘坐体验 支撑性啊 与柔软性完全融合 久坐也不会累 另外啊 这块超大的全景天幕啊 也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啊 整个后排空间也是异常的不错 相信啊 对于有着全家出行的用户来说啊 会拥有相当不错的出行体验 而关于挨头问界新m5的车机啊 我其实 呃 并不想过多介绍了 毕竟啊 鸿蒙坐舱的交互体验啊 在业内都是出了名的 在动力方面啊 挨头问界新m5搭载了全新1.5T四缸增程器 整车啊 CRTC能耗降低至每100公里 5.2升 电耗啊 每100公里15.5千瓦时 既省又省 但满油满电CRTC工况下啊 挨头问界新m5个别车型啊 甚至能超过1440公里的综合续航 当然啦 最高255公里的纯电续航 也是足以满足大家日常市区代步需求的 此外啊 挨头问界新m5还采用了 100%全铝合金底盘啊 其质感可以媲美百万豪车 而在前四球头双叉臂 后独连杆独立悬架的加持下 其操控性啊 也是堪称同级的标杆 值得一提的是啊 RS版车型还拥有专属SPART加模式 其动力表现啊 更加的狂暴 很容易啊 让人上瘾 最后啊 就是关于这辆车的制驾表现 问界新m5全系标配了华为ADS2.0高阶智能驾驶系统 无需高精力图在高速城区也是同样具备高阶智驾能力 要知道啊 问界系列的智驾水平那绝对称得上是业内的一流水准 我们之前啊 已经测试过很多回了啊 相当的靠谱 另外啊 新车还升级了智能驳车能力 新增了遥控驳车 园区代客驳车等功能 并支持无人代客驳车 自定义车位驳车 超窄车位驳车 属实啊 是新手菜鸟们的福音 同时啊 挨头问界新m5还全系升级了前向 侧向 后向 全向防碰撞 其中啊 前向防碰撞的表现上 在人驾 制驾状态下 新车最高AEB 刹停时速 已提升至每小时120公里 侧向的防碰撞生效范围达到每小时40到130公里 后向的防碰撞生效范围达到每小时1到60公里 让倒车更加的安全 OK 那么关于今天的探练内容到这里也该结束了 毕竟啊 这次的探电啊 任务也算是圆满的完成了 关于爱图问界新m5这辆车的亮点 想必大家也是都已经了解到了 现如今啊 问界新m5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的全面启动交付 热度呢 也是居高不下 说实话啊 这几年赛利斯汽车的造车技术与水准是越来越高 国产车型的品质呢 更是让合资车甚至是进口车都有点力不从心了 而接下来的几年呢 我们认为自主品牌的崛起已然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好了 本期的探电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大家记得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